哈利戀上雜貨妹約會三次給她 出名花費的哈利王子歷來緋聞多多 不過自從有了貴族血統的女友之後 只想settle down 將會在月尾出版一本新書 講下她的生平 當然不少得追女士 話說當年大飛過身 對她好大打擊 只有十二歲的她折都不少 直到在學校附近的雜貨店 遇到一個叫瑪加烈的女店員 哈利約她去飲食 兩個人見了長一小時 雜貨妹形容哈利很可愛 但就不懂得和平民相處 事後哈利還問瑪加烈拿電話 又要求她不要跟記者提起自己 搞得她好悶腳 不過事後兩個人再秘密約會多兩次 拖過石禍 哈利還向她表白 但瑪加烈心懈拍拖兩年的男友 就拒絕了哈利 雖然現在已經和當時的男友結婚 生了一對子女 但都說自己會時不時想起哈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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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